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位是产行公共车选委会的专员 陈秉中 陈专业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电动机车也好 微信电动车在使用上真的越来越普及 这也是为什么在111年就是前年 政府会把它纳管 然后甚至要求一定要投保领牌 那希望说大家还是维持 希望能够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因为这部分使用那么普及 还是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 而且我们在发生每年的三十几万事故来讲 还是机车事故占的比例高 所以我想主管机器官也好 政府也好 还是希望说把它纳入管理 当然投保的绝对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财务的负担 那受害人也可以尽数获得补偿 所以我觉得纳管的目的还是在这里 陈专业 我们现在那个微电车 不管新车 旧车 加加起来大概有多少车辆 七十万辆应该有吗 当时差不多 差不多对 统计上来讲 当时好像都是讲到六十几万辆 六十几万辆之间 但事实上我们的了解是 真的有在使用的应该大概四十五万辆左右 是 当然从我们那个办法公布到现在 新车就没有问题嘛 一定要投保 那目前还没有投保的还很多吗 没想到很多 真的要特别宣导一下 大家真的要来投保 而且过了十一月二十九号 以后你没有投保 隔天早上起来你骑出去要小心一点 被抓到会罚一千两百块 晚上的时候可以出去走走 你只要在河堤边看到那个blingbling很亮了 几乎不敢讲百分之百 那个都领不了牌 因为它都改装过 改装过 它没有办法领到牌 所以要特别小心喔 微电车真的不要改装 因为我们微电车它是要求 就是时速限制25公里以下 所以你不要去给它改装 你改装的话就跑很快 你这看常常我们骑个摩托车的微电车 从我们旁边这样 不是呼啸过去 因为它没有什么声音 就是很亮的过去 大大增加了风险 那改装没有经过原厂认证还有很多 所以大部分旧的呢 第一个它比较老旧了 那零件也比较老旧 第二个呢 它又改装过 这相对风险是比较高的 这样相对风险比较高 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快点去 还是去这个 你原来的购买的那边厂商 去跟它就是认证 它就会告诉你 它帮你换回原来的 还是可以去领牌的 所以我们大家真的是 不要觉得很困难 我们这边还是要宣导大家 只要去原来购买的 它就会帮你想办法 你一定要去拿到了它这个原来开的证明 然后到保险公司来投保 再去千里占地牌 产检工会曾经接到咨询电话 机车啊 跟这个围电车发生交通事故 结果这个机车的驾驶人 身故了 那他的家属就在查 这个围电车有没有买强制钱 这是其中一个案例 那另外一个就是地检署 地方法院检察署 他也来含查就是一个外劳 这个外国劳工 他骑了一个尾电车 跟一台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 但是这个摩托车的驾驶 是本国级的 但是他也申雇了 然后他来含查 所以说这个申雇的 这个机车的驾驶人 可不可以他的家属来申请 这个强制钱 确实有发生这样的案例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 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 好像速度不快25公里 怎么可能会发生大的事故 确实会 因为他跟机车发生事故 那个机车的速度 不是只有25公里 这就是一个公里的经许 里面的经许